一顆顆氣球 繫在倒塌建築的瓦砵堆上 土耳其哈太省志工們 總共繫了將近千顆氣球 打造這片氣球海 是為了紀念在強陣中 殞落的小生命 作為他們最後一份禮物 吸氣聲此起必落 但這不是幼兒園的文心場景 而是土耳其伊斯坦堡的孤兒院 強陣後不少天真無邪的小朋友 倖存下來 但他們的父母不是下落不明 就是罹難 孤兒院從此成了他們的家 土耳其目前還有許多兒童流離失所 有兒童非政府組織指出 經歷浩劫的數百萬兒童 未來可能面臨嚴重心理障礙 無情的地震改變無數人的人生 一個來自敘利亞的家庭 並擠在伊斯坦堡小公寓度日 因為他們在土序交界安塔基亞的家 成了廢墟 面對災難這已經不是第一次 逃離內戰戰火 沒想到再度面臨毀滅性強症 敘利亞那名女孩指出 空襲和地震的聲響在她耳邊揮之不去 再度歸零的人生 她需要尋找重新開始的勇氣 華視新聞 蔡星成 盧沛君報導 華視新聞看起來 趕快訂閱我們的 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 歡迎按讚 訂閱 開啟小鈴鐺 最新 最及時的資訊要提供給你 最後一周 強在家庭 馬在駛西出 原